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全日總結的環節 旁邊有郭獅治郭Sir 郭Sir 你好 你好 先跟進下午 點多鐘都公佈了一系列 內地的宏觀經濟數據 先看看 5月份工業生產按年上升6.1% 較4月加快0.2%的升幅 至於5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上 達到24,195億元人民幣 按年增長10.1% 似乎4月10%增長 而且見到兩個數據都有連續兩個月輕微回升的情況 是否都反映之前一些福牙寬鬆政策 開始可以落到一些內需市場上 事實上大家要了解 內地的經濟一直以來是靠出口 靠內需和靠固定投資去拉動 過去出口對經濟貢獻很顯著 尤其是80年90年代工業的拉動性是很強的 亦都製造了很龐大的就業機會 但來到現在這一分鐘 情況真的有所變化 沒有廉價土地 更加沒有廉價勞工 幾百元的工人現在已經幾千元 廉價土地 你看深圳什麼環境 全部都高樓大廈五星級酒店新的房產業 即是一些低增值的工業 已經很難很難生存了 面對勞動成本不斷上升 還有出口人民幣匯率又持續高升 以往人民幣就算對港元也是一算以上 現在一元港元只有換到百元人民幣 即是人民幣匯率升 看低了 歐洲那邊因為債務問題經濟放慢 歐元跌得很厲害 即是以前拿著一元買一元的東西 現在一元的歐元估值只剩下百元 但以前一元的出口現在等於過二 百元買過二和以前一元買一元 已經是兩件事 簡單來說出口其實是放慢了 不要緊有13億人口的市場 在內需市場能夠擴大銷售便可以 但你要保持7%的增長 出口既然不能夠提供很大的效益 很自然就要靠內需和固定投資 固定投資就簡單很多 訂多一些基建 多一些高鐵 還有一些房產多一些 固定投資能夠增加 對經濟貢獻 是會提供一定的效益 至於內需 我所說的就是醫食住行家電醫療 這樣就要看看 問不中國民消費的心態是怎樣 如果你樓市低迷 股市低迷沒有財富效應 我有錢我都省著花 但問題是樓價穩定 而股市亦不斷攀升 如果你有參與投資或投機也好 你賺到錢 你賺到錢便落意消費 吃餐飯好些 買一件漂亮的衣服 換一件漂亮的車 換一件漂亮的樓 這些都會做 這些全部都是來需 但先決條件 一定要股市上升 先取得財富效應 再看看 一直以來經濟數據都顯示 整個經濟還走下坡 第一季的GDP增長只是剛剛7% 第二季可能7%也未必有 因為經濟的步伐比較慢 過去一段時期 消費者的心態是會比較保守 但股市的上升的確改變了這一次 但所有數據可能不會即時反映出來 因為數據是滯後 所以可能要到第三季 才慢慢看得到 股市上升的財富效應 會慢慢刺激到消費 從而拉動內需 對中可以保持到7%經濟增長 即使不行也不會差太遠 力保測是國策 所以看數據 如果相對四月為好 這正是幾方面的效應 包括下調銀行準備金 包括持續的減息 令到市場的流動性增加了 而資金成本也便宜了 而最關鍵的當然是股市的上升 有很強大 也有很龐大的財富效應 這對經濟來說絕對有貢獻 尤其是內需市場 剛才說的兩個數據上 引申出來的一些題目 但也要看另一個 就是雲觀數據 就是股停資產投資 看到按年增速降到11.4% 也差過市場的預期 也差過1月到4月份的情況 因為都回落了0.6% 是不是始終內地的股頭情況上 仍然未有一個改善呢 就算是中央已經加快了 去審派一些基建項目 似乎增速上也未有起息 這個是制衡的 老實說 因為政策一直以來 對基建的從來都有部署 包括高鐵相關項目 遲些一路一帶等等 港口的基建 還有很多省市已經取消限購零 對房產業的發展 也有政策的扶持 事實上來說 最重要的是 看國民的消費和置業的心態 至於高鐵相關項目 地鐵相關項目 其他基建 根本是未停過 所以固定投資的板塊 是很容易見到成效 因為過去這麼多年 大家看到內地高鐵的發展 真的一天遷來 由四環四中 可能到未來的時間 是八環八中 但所謂的高鐵 往環能夠做到這麼成功 基建的投放是絕對不少的 這方面大家不需要太擔心 至於房建方面 剛才提到 樓市只要穩定 股市上升是有財富效應的 13億人口 本身就有很大的剛性需求 不過在看好之餘 你也要看看地區的樓價是怎樣 例如一線城市 例如北京 上海 廣州 以至深圳 樓價沒有便宜過 因為核心的地段 根本沒有地 有些稀質比較好的樓盤 樓價 赤價 絕對不會低得到香港 事實上 人均的消費 比香港更強 但如果有部分發展商 它的流動資金不是那麼多 唯有四線甚至五線城市 發展的地產項目 都單 不過轉流比較慢 第一 城區的人均收入是高期的 商業的投資價值很高 相對四線或五線城市 商業的投資價值相對比較低 還有人均收入也比較少 所以如果同一個 面積的單位 在深圳最好的地段 分分鐘賣幾萬元一平方米 但去到一些四線或五線城市 只是賣幾千元一平方米 但不是代表 幾萬元那個沒有錢賺 相反賣幾萬元那個賺很多錢 賣幾千元那個 真的沒有錢賺 因為 當地的消費比較低 人均收入也比較少 所以在供過於求的情況下 越便宜的樓 生產量越多 因為大家都可以做 但問題的銷程越慢 相反貴價樓 核心的貴價樓 一推出來就全部沒有了 謝謝郭先生幫我們跟進 剛才公布的一系列的 雲觀經濟數據 另外 也有內地公布M2 以及新增貸款方面的情況 不過就有時間所限 先跟進到這裡 最終就是看到 上正指數收バd5,121點 全天會升15點 至於港股方面 看到恒指金的升幅 是要求近百分之一 升220點 420,9907點 国企指數升126點 收バd13,743點 大市成交全日去到1,243億 可以留意 謝謝郭Sir 剛才和我們跟進一些雲觀經濟數據 這次時間才來到這裏